我就说我们该学一学西方 特别是在对外舆论战这一块 缅甸问题 中国吃的就是舆论的亏 近一年以来 缅甸地方武装联合发起大规模进攻 进攻缅甸政府军 缅甸政府军也是深陷战乱之中 这上旷日持久内战 不仅对缅甸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 也让与缅甸接壤的咱们国家 中国面临严峻的边境安全问题 为了避免战火蔓延到咱们国内 维护中缅边境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也采取了务实的外交策略 积极斡旋缅甸的各方 试图在缅甸政府军与地方武装之间 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 以和平手段缓解现在的冲突 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推动缅甸实现内部和解 保护中方边境安全 同时为缅甸人民 谋取和平生活的机会 然而这样一场好心斡旋的行动 却因为舆论战的短板 开始遭到各方的质疑与反对 中国外长王毅为推动缅甸和平局势 亲自赶赴缅甸与其政府军进行谈判 回国之后又迅速与联合国秘书长特使 就缅甸局势展开讨论 中国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协调各方 实现缅甸内部的平衡 避免流血冲突 然而尽管中国在积极促成和平 缅甸国内却传来反对的声音了 数百个缅甸民间组织公开反对中国的斡旋 认为中国不应该插手缅甸内政 甚至有媒体指责中国对德昂民族解放军施压 要求其停火 这些组织将中国视为缅甸政府军的支持者 甚至将缅甸政府军对地方武装的反击行动 归咎于中国 指责中国是缅甸政府军的同谋 这种舆论上的攻击 不仅让中国的和平斡旋显得吃力不讨好 更让中国在缅甸的形象大为受损 问题的根源在哪 就是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明显落后于西方 西方国家 它长期以来通过媒体外交手段影响缅甸局势 并支持部分缅甸地方武装操控舆论 恶意挑拨中缅关系 而中国虽然在行动上做了大量工作 却在舆论宣传上相对过于低调 无法有效传达自己的立场和努力 就这一点 正是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的 西方国家非常擅长利用舆论影响国际局势 他们在支持缅甸地方武装的同时 通过国际媒体来抹黑中国 试图将中国斡旋缅甸局势的努力歪曲为干涉内政 还有支持军政府暴行等等 如果中国无法迅速做出应对 那么缅甸人民就会被误导 进而对中国产生了误解和敌意 俗话所说 光闷头做事还不够 还需要把话讲清楚 中国在国际外交事务中 必须要学会运用舆论工具 尤其是在缅甸问题上 我们不仅要在行动上促成和平 还要在舆论战场上讲好中国故事 传递真实声音 让缅甸人民看到中国的诚意和努力 总而言之 缅甸问题是中国在舆论战场吃亏的典型案例 为了避免被西方国家的舆论公事牵着鼻子走 我们必须加强舆论宣传 积极主动发声 争取缅甸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同时 不被误解 不被鼓励 不被误解